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測量第七期 非常多的初學者都會學長一個問題 精品咖啡是不是一定會酸 可不可以不酸 酸的咖啡我喝了好不習慣怎麼辦 那麼咖啡為什麼會酸呢 以上就讓學長來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咖啡豆是咖啡果實的種子 那這個咖啡果實我們一般稱之為咖啡櫻桃 大小一點像是蔓越莓 把外層的果肉去除掉以後 剩下最中間的種子乾燥以後就是咖啡豆 而咖啡櫻桃其實就像是一般的水果 有酸味、甜味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咖啡豆也是水果的一部分 帶著天然的水果酸味、甜味和香氣 這才是比較正常的 那麼為什麼很多人不能接受補酸呢 主要是過去咖啡豆的烘焙程度都比較深 那咖啡豆中酸味的主要來源 濾鹽酸、有機酸 經過生烘焙之後就會逐漸消失 因此酸質就會不顯著 那久而久之這種生烘焙的咖啡喝多了 大家都以為咖啡好像是不會酸的 但這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但目前金餅咖啡的趨勢呢 我們會保留較多的果酸 因為水果天然的風味是多元而好喝的 不需要刻意去除 需要的是比較開放的拼飲觀念 不要老觀念 用喝水果茶或是果汁的觀念去喝咖啡 其實是更精準更有意義的 那為什麼還是有些人覺得酸咖啡不好喝呢 那學長的個人經驗是 可能是在烘焙或是沖煮過程中 沒有將咖啡豆中的甜味做足 才會顯得酸味很刺激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蜜餡酸和甜品的就很好吃嘛 那如果只有酸的蜜餡 那可能大家都不愛吃 那咖啡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觀念 果酸會使風味活潑有趣 但要搭配足量的甜感 才會好喝一人 所以呢 我們不要急著否認 咖啡豆的酸質 而是要努力提升咖啡豆的甜感 你就能夠好好欣賞 多元有趣的精品咖啡了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咖啡豆的詮釋 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學長會一一回答 也要請大家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我們每天都更新更多咖啡薪資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硬派90秒內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